我要拍月亮 我要拍到又大又圆 画质又高的月亮 我要在10月1号这天晚上 拍到又大又圆 画质又高的月亮 月亮每个月都能拍 为啥非要在10月1号这一天呢 中秋节和国庆在同一天 2020年算一次 你知道下一次是什么时候 2037年 那个时候我已经奔色了 下一次是什么时候呢 57年以后 那个时候看视频的很多人 已经子孙满堂了 这次不拍更待何时 当时准备拍的时候 我已经提前看了天气预报 知道接下来一直是阴天 但是当时就是幸存侥幸 想着月亮说不定会出来 可结果真的是 卧槽 有云把月亮给遮住了 任务失败 回家 机会呢只有一次要想拍好 还是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相机用的是A7S3前一段刚买的 索尼宣传片里拍月亮那个大佬 用的就是这台相机 咱们先看一下腾龙2875推到75端拍远处的那个塔 咱们换到70-200看一下 最近的是70端和刚才的75端大家看不出来它的区别 咱们逐渐的推进 这是100 这是135 这是200 好200就有点近了 如果是全画幅相机 你可以开启残伏模式 能获得1.5倍的裁切 把70-200的镜头变成105到300 但是如果你想拍到38万公里的月亮 还是差点意思 我想到的第一个办法是买一个增距镜 增距镜有1.5倍和2倍两种 诶我 这失策了 这个增距镜没法装到70-200上 失败 那我试着手持基本上还可以 还可以哈 接到了一个大家伙 这次肯定要拍到 70-200 200到600 什么叫气势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从200推到600端 那个水塔究竟有多大 现在水塔上面的字都能看清楚了 咱们最后把200的樱距镜和200-600 结合一下 200等效400 600等效是1200的焦距 然后咱们往前推 最最最最后开启增聚镜200到600再开启残伏模式 等于说是600到1800的焦段 人我感觉都能看清楚了 用这个软件咱们可以看到模拟月亮的方位 今天晚上月亮是5点51开始升起 然后大概在11点多钟月亮进就会到最高的位置 现在是9点48月亮大概就在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但是很遗憾现在云太多了 只能再等一等 咋玩意儿的 轻头盖都没有弄下来 哎呀又进去了 天气和时机最最重要 如果想拍到带前景的月亮 一定要弄清楚 月亮什么时候升 什么时候落 从哪个位置升 从哪个位置落 这样的话你才能拍到 完全棋回 现在是10点多 就一直在这等 等天出月亮 你们都看了一个大选拥吗 这两人都是这么招呼的 it is done answering my own question 快点看 快点看 我刺 进去了 哎呀能不能拍到 刚才稍微拍到了一点 也不是特别理想的 现在已经10月1号了 也就是说 现在拍到的就是10月1号的月 10月1号凌晨的那次拍摄 也就刚开始拍到了两镜头 后来呢 一直在桥边守了小半夜 啥玩意也没拍到 刚才有收获吗 没有收获 最后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 10月1号晚上的这一次 当时呢在楼顶也准备了清长的时间 但是就是天空不作美 云层一直特别厚 月亮就出来过短暂的 可能十来分钟 不是十来分钟 几分钟 反正还没拍好就失败了 10月4号的那天晚上 我已经把强调镜头和增运镜退了 当时在开着车去加油的路上 偶然间看到窗外这个月色 是真他妈好 当时咋就没有这样的风景呢 后来还是在犹豫要不要拍 最后决定重新去找那个 镜刁商借了镜头 又赶在月亮进入云层之前 拍到了几个珍贵的镜头 拍到归拍到 但是月亮已经不是10月1号当天的月亮 这次拍摄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当时以为A7S3夜景功能这么强大 拍月亮肯定没有问题 但是在使用的时候我发现 拍月亮特别是在前景的月亮 A7S3的视频模式是没有办法 把月亮和前景同时正确的包裹 这次没有拍到完美的月亮 还是挺遗憾的 21世纪中秋和国庆在同一天 只有4次机会 2001年2020年已经过去了 接下来最近的是2031年 2077年 那下次2031年再见